7号深夜,高雄发生兆淘两死意外 而同一个路口在隔一天上午又传出了三车追撞事故 一名黄姓男子开着小货车行进路口疑似车速太快 没有注意到前方正在停等红灯 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,失控右偏 先是撞了自小客车,又再往前推进 再波及到第二台车,造成两个人轻伤 行车最货车赶到前方自小客车90度转向 细看被撞到车尾凹陷变形 挡风玻璃碎裂,白色三行车也因为被波及位移 造势的是这一台冲进机车道的小货车 车头整个变废铁,发现闯祸驾驶急忙 下车处理 三车连环状就发生在高雄小港 中山四路转大叶北路口 当时李姓男子和谢姓男子依规定停红灯 等待右转,后头小货车驾驶却疑似车速过快 7号深夜才有一名癫痫病史的驾驶 在这里冲撞停等红灯的计程车 造成两死悲剧 时隔半天再传车祸 由于当地路段大,接近工业区车流多 开车千万别分心 不该拿自己和别人的性命安全开玩笑 记者叶振云高雄报道